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莫子的这一篇课文公书 首先我们就来看这个作者的部分 莫子是明迪学术成就 他是莫家学派的这个创始人 然后他的学说基本上是跟这个儒家 就是儒学并称为显学 而他的著作有这个由 他的地址跟后学编撰的这一本书莫子 总共有53篇 莫子主张的部分 莫子所提出的这个主张是 奸相爱和交相力 也就是说对他来讲说有人 基本上都是应该是相互爱护跟相互给予利益的 再来就是他有提出这个上仙和上童这个说法 他就说他就觉得选择这个贤者 就是有学问有学术跟会有思想的这些人来当这个管理者和这个选举这个贤者为天子国君就是国君必须必须就是选择这个贤者嘛 所以就变成这个百姓们就是必须要去服从这个国家君主所说的话 所以他就是要求这个百姓和这个天子们是可以做到就是上下一心的那种状态 才能实行异政 再来就是他提出的这个政治的主张是非公 对他来讲就是他是非常反对那一些不正义跟非正义的战争的 显学 显学是由他这个莫子的学术跟这个儒家的学术并称而成的 所以叫显学 所以显学基本上就是盛行与当时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内容的提示部分 这个公书这个篇名呢其实他是由后人在文章文章的一个开头的两个字加上去作为这个题目 也就是说当这个莫子在写完这一篇文章的时候 他是没有帮这篇文章定下任何的题目的 所以公书两个字是后人帮他加上去的 而题材的部分呢则是一个论辩题 到底这个莫子究竟他如何 就是跟这个楚王跟这个公书辩论 然后再来就是简单来说 这篇文章是一篇竹子散文 就是他要讲述的就是这个莫子在初始楚国的时候 就是他来到这个楚国 他就想要说服这个楚国的工匠公书盘 跟这个楚王就是放弃清阅这个宋国的一个企图 所以就是说真篇的文章是通过一个对话的形式 就是一问一答的方式 然后表现出这个莫子这个人是多么的机智 非常聪明和反对不义之战的那种精神 再来就是也想要表现出这个莫子兼爱和非公的那个表现 所以整篇文章的主旨部分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 他要实现这个莫子所说的那个非公的这个主张 再来就是表现这个 他是艰苦实践和这个顽强斗争的那种精神 就是不到最后的结果 他就不散罢干求的那种态度 同时也要告诉所有人说 其实这个公输盘跟这个楚王 就是在侵略时候 就是要攻打宋国的时候 那种野心和狡诈的那种思维是怎样的 再来就是这个莫子是说明了 他用这个道义和这个实力结合起来 然后到最后才会防守这个防守侵略的重要条件 也就是说其实为什么到最后这个莫子 在三次的辩论中会成功的说服了楚王跟供输盘 就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他有很多的那个防守侵略的战略 就是他把这个道义跟这个实力所结合起来而产生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画面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莫子 莫子这个人该讲到他是提倡非公和奸爱的这个思考 就是曾经有一个大国 然后有一些小国的国家 所以这个莫子就是他是可能就是处在这个小国的国家 就是鲁国 他就跟这些小国的关系基本上是非常的密切 而在这里就是有大国就是刚才所提到这个楚国 就是他很反对这些大国嘛 就是很爱就去欺负这些小的国家 所以当这个楚国的国君就想要去攻打这个宋国的时候 他就会非常的反对 所以他就会信誓动众的就是 就是要去帮助这个宋国来说服这个楚王不再攻打他们 再来这里就是当时的商鞅变发就消灭了六国嘛 所以这六国就是分别有赵、魏、韩、楚、秦、秦和燕 就是秦国当时就是消灭了这六国 然后再来是这一个点 就是刚才我们在提示部分有提到的 就是楚国的国家 就是他想要去攻打这个宋国 然后这个墨子基本上他是待在这个鲁国的 所以当他听到这个公书班造的器械 准备去进攻这个宋国的时候 所以他就是赶紧来到这个楚国去阻止这个公书班 跟这个楚王去攻打这个宋国的一个经过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课文的内容的部分 所以这篇课文呢 其实他总共分为四段 第一段的时候 他主要是交代整件事件的起因 和引出下列的整件事情到底要讲什么 然后第二段就是他要描写这个墨子如何去阻止这个公书班 攻打宋国的一个经过 第三就是描述这个墨子是如何去劝说这个楚王说 告诉这个楚王今天你攻打宋国的这个做法跟行为 是不意义和不知的 再来第四段呢 其实就是这个墨子跟这个公书班的公书班对阵了一个演练的一个模式 然后到最后就是墨子是机制的取胜了 所以就是迫使了这个楚王放弃攻打宋国 所以我们现在就进入课文的第一段 所以第一段是交代整件事件的起因 跟引出下列的事件 所以公书班就是他曾经给这个楚国制造了这个云梯这种器械 这制成了过后就想要用来攻打这个宋国 然后这个墨子听了的话 就是听到了这个消息 他就是要从这个鲁国动身出发 他走了十天十夜 就是想要到达这个楚国的都城去建这个公书班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墨子这个人 是非常热爱和平的 他就不忍心看到这个楚国去攻打这个宋国这样弱小的一个国家 所以就是因为时间点上就是非常的紧急 所以他就是走了十天十夜 就是要赶紧见到这个公书班 所以第二段就是开始了这个墨子到底如何去阻止这个公书盘的那个过程 所以他总共有三次的辩论 所以第一次的辩论是记载了这个墨子对这个公书盘是怎样的欠缩的一个经过 所以当这个公书盘见到这个墨子见到这个公书盘的时候 他就问了一句话 先生你到底有何指教 然后这个墨子就说 哦北方有个乳城 就是想要接他的力量把这个人给杀了 然后公书盘就非常的不高兴的说 就是不高兴了 然后这个墨子就说 好吧 那我就给你十两黄金 你就帮我把这个人给杀了 然后公书盘就说 我是一个遵守道义的人 绝对不会平白无故的杀人 所以墨子就是想要引这个公书盘说出物意故不杀人这句话 就是他用了一个激将法的方式来说 就是来引导这个公书盘说出这句话 然后他就开始要解释整件事情 为什么今天这个墨子会来到这个楚国的经过 所以就是说他讲 我在北方的时候 其实早就已经听闻你说 你帮这个楚国制造的这个云梯 就是要用来攻打这个宋国的 所以他就问 到底这个宋国何罪之有 为什么今天这个楚国跟这个公书盘 想要把他们杀掉 所以他讲 楚国明明有的是土地啊 缺少的是民众 如今你却要去杀害自己缺少的民众 而争夺自己并不缺少的土地的话 这不能说是聪明 也就是说 现在开始这个楚国是用了五种的说法 五种不同的角度 来意义的批判这个公书盘 就是说他的这个做法是非常不易的 再来 这是他所说的就是 宋国明明就是没有得罪过楚国 为什么就是没有得罪过你们 然后你们偏偏要去攻打他 所以这样子的做法其实不能说是仁爱 然后懂得这个道理却不劝谨 不能说是尽职 也就是说这个公书盘知道 就是不去杀这些无辜的人 其实他懂这些道理 可是就是从来都不会去劝说这个楚王 所以就是说他根本就是没有完成过他的所有的责任 再来就是真而不得不可谓强 也就是说今天你明明劝谨的目的没有达到 就代表说你没有尽你所能力所及的那个能力去劝说这个楚王 所以到最后自己讲道义不杀一个人 就是说他说他不帮帮这个莫子去杀平白五过的人 可是今天他却要去杀这些众多的人 所以这不能说是明摆是理 所以这个莫子就是很聪明的 他用了五种不同的角度来批判这一个公书盘的做法 是非常的不易的 就是想要让这一个公书盘 这个人就是让陷入了自相矛盾的那种境地之中 就让他自己一想 到底我今天这个做法是对还是错 所以就是再也无法为他自己所做的那个方式来辩子 所以从这里来看 其实这个莫子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他不动用武力 而是用一些说道理的方式来说服这个公书盘 所以到底这个公书盘有没有被这个莫子给说服呢 其实我们来看 应该说公书盘虽然表面上是被说服了 可是实际上当这个莫子问 为什么你不停止攻打宋国呢 莫子就说 哦 其实我已经跟这个楚王说过了 所以就不能停止攻打宋国 所以这个莫子只好引这个公书盘 带他去见这个楚王 所以到底见了楚王的时候情况又是如何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个第二段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三段的部分 所以第三段这里就在描述这个莫子 他如何去劝说这个楚王 所以他用了一些例子来论证 告诉这个楚王说 其实他攻打宋国的行为是不义和不知的一个选择 所以第一次的辩论就是这个莫子对这个公书盘嘛 然后第二次就是这个莫子就是要对上这个楚王 所以我们就来看他到底如何去劝服这个楚王不再攻打宋国 所以当这个莫子他见到这个楚王的时候 他就说了一个故事给这个楚王听 他就说现在这里有一个人他舍弃了自己的华丽的车子 看见凌人有一个破旧的车子 他便想要去偷 然后有一个人就是他舍弃自己穿的那种锦绣衣裳 就是可能那些华服 然后还看见凌人就是穿着初步短衣的人 他也想要去偷 然后有人就是明明自己吃的是那些美食家 可是偏偏就是看见了这些凌人 就是有康招就想要去偷 他就问这个楚王到底这是什么样的人呢 然后楚王就回答说 嗯这个人一定是患有那种爱好偷窃的毛病 所以在这里这个墨子用了三种比喻手法 就是用了这个车子 衣裳就是衣服 跟这个美食家妖 就是用来比喻这个楚国的物产的丰富 和这个宋国的物产的贫乏 就是来告诉这个楚王说 今天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 其实你跟这个人是同类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底这个墨子 接下来怎么说 所以墨子就说 楚国有的是土地 就是有五千里 而这个宋国有的土地是只有五百里 所以这就好比这个踩车和这个破车相比 再来的就是 楚国明明有这些 就是这些珍贵的这些动物 而宋国其实只有那些野鸡啊 兔子这些普通的这些动物而已 所以这就好像美食家妖 跟这个康昭相比 再来的就是 这个楚国有的 有那些珍贵的那些木材 然后宋国其实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就好比这个锦绣衣裳 和这个初步短衣相比 所以这个墨子就总结说 他讲今天您就是这个楚王 就是你攻打这个宋国的话 就是其实跟这个患有偷窃毛病的人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墨子很聪明 他就用了一些励志 就是来让这个楚王明白 所以到底这个楚王有没有明白 他所要表达的道理呢 其实他就说了一句话 就说嗯对啊 可是这个公输盘 就是帮他造了这个陨梯 所以就是变成这是他非攻打宋国不可的理由 所以其实虽然他是接受了这个墨子的说法 可是他就觉得还是固执嘛 就是不想要这样轻易的认输 所以他就跟这个墨子说 哦我就是让这个公输盘造了这个陨梯 所以就是还是必须要攻打宋国的 所以你说这一个辩论他到底有没有胜呢 其实只能说一半一半吧 所以最后的一个结果 就是最后的一次的辩论 所以就是写这个墨子跟这个公输盘两个人 就是开始要来掩饰整个攻打和防守的一个策略 就是用他们的策略的一个模拟的掩饰 然后墨子到最后的结果 其实就是用那种机制的头脑而取胜的 所以到最后就迫使这个楚王就放弃了宋国 所以第一次的辩论 第二次的辩论 其实要讲墨子赢了吗 其实只能说只赢了一半 也没有完全的是赢 所以就要看到底这第三次的辩论 墨子怎样说服这两个人 所以当这个楚王就开始带着 就是把这个公输盘召见过来 他就开始要他们模拟就是整个那个战争的那个场景 然后墨子这个人就解下了他的腰带 他就是围坐了一座城的样子 就是用这个小木片做成这个守备的器械 而公输盘这个人 公输盘这个人 他就一次一次的就设下了这个工程的巧妙的战略 而墨子呢 其实他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就是抵挡了他 所以当这个公输盘的这个工程的器械都用尽了的时候 其实这个墨子这个守城的技术是还绰绰有移的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从他们的一个战争 就是整个变化的过程来看 其实是非常多变化 可是就是就是两个人的实力相当 可是到最后就是有才会分一个胜负 所以两个人的激战的后果到最后的结果就是 公输盘的那个所有东西已经用尽了 可是这个墨子就是还是保留着一些那个守城的技术 所以当这个公输盘技穷的时候 他当然是老求承诺的嘛 所以他就说嗯 我知道可以用来对付你的方法 可是我不说 所以在这里这个公输盘就开始用那些用一些心理的战术 就是来下这个墨子 看你会怎样去应付他所说的话 然后墨子就说 其实我也知道你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来对付我 可是我也不说 所以就是说其实墨子从他来到楚国的那一刻开始 他就已经非常了解和清楚 这个楚王和这个公输盘两个人的那个想法 所以他已经是对他们每个人所说出来的话 会做的事情就是了弱指掌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在担心着他们会对他怎样 所以楚王就是明明就看这两个人在演习的过程 然后结果突然间就是这两个人就说出来这一番话 他就很好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这个墨子就解释给他听说 其实这个公输盘的意识也只不过是想要把他杀死 因为杀了这个墨子的话 宋国就是没有一个防疫的能力 所以就可以攻下了 所以就说其实从头到尾 最有能力可以阻止这个楚国去攻打宋国的人 就是墨子 所以今天如果这个公输盘在这里 这个场合之下把这个墨子给杀了的话 其实他们就可以轻而易及而把这个宋国给攻下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他就告诉这个公输盘说 他有地址300人 其实早就已经拿着他所有的防守的器械 在这个宋国的国土上面 就是等待着这个楚国来进攻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在担心 如果今天他真的来到这个楚国 他真的到最后被这两个人给杀死了 他该怎么办 其实说他早就一个备份 所以他就是把所有的这些防守的策略 就告诉了这一个他的弟子们 就是让他们就是以防万一 如果真的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这样做 所以到最后 他就说虽然杀了我的话 其实你也不能杀尽保卫这个宋国的人 所以也就是说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其实这个墨子这个人就是很敏锐的 就是已经要揭穿他们的所有的想法 他就很明白的告诉这个公书班 公书班跟这个楚王说 其实宋国其实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来抵掌着你们的进攻 所以他的弟子们其实也用着同样的器械 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的胜算 所以楚王听到这里过后的最后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既然如此的话 他就不再攻打宋国 所以就说从这一次的这个默子来到这个楚国欠说 这个楚王不攻打宋国的这个过程中 其实他就是用了一些机制的一个手法来说服这个楚王 所以也就是说他为什么从头到尾会反对这种不义之战 所以他成功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劝说之下 其实他是真的成功说服这个楚王的 所以这就是整篇课文要讲的 所以这个思路图呢 其实就是这一刻的整篇的思路图 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之类的东西 好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篇课文的问题的部分 所以在第一段中总共应该会有两个问题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他问的就是本文交代的人物是谁 所以就是三个最主要的人物啊 莫子公苏盘跟这个楚王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莫子前往楚国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他就是那时候这个公苏盘就是为这个楚王制造云体 然后就是要用来攻打这个宋国 而莫子是听到这件事情 就是前往楚国 就是要为了欠主 就是欠这个楚王跟这个公苏盘 就是不要再去攻打宋国这件事情 然后第二段应该有四题 所以他就莫子请这个公苏盘为自己杀人 且进一步的说可以献金 到底这真正的意图是什么 所以其实这句话其实是用来激怒这个公苏盘的 就是要迫使他说出乌义故不杀人这句话 然后评激他说 其实你今天所说这番话跟你所做的那个 举止其实是非常的虚伪的 就是没有任何实际的东西存在 再来就是这个莫子如何针对这个公苏盘所言的意进行驳斥 所以莫子是义正延迟的指责 这个公苏盘公送会造成人命伤亡 且会损失缺少的民众去争夺多余的土地 是一个很不知就是不聪明的一个做法 然后同时他要平均攻打没有任何过错的这个宋果是非常不仁的 再来就是公苏盘就是他自己一直标榜着自己是一个非常讲道义的人 可是今天就偏偏就是去杀了就是众多的人的话 其实这不能说是不义 再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三的问题 所以公苏盘是否取消用云帖来公送的这个计划 其实是没有的 他只是狡猾的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了这个储王 然后莫子对这个公苏盘到底进一步的要求是什么 所以从这一点到底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所以当他要求这个公苏盘带他去见这个储王的时候 也就是说莫子是一个有知有勇和做事果道的人 就是他从来不会轻而易举的放弃 然后第三段的问题呢 就是这个莫子为这个储王举了未有切记的例子 其目的是什么 就是在诱使这个储王说出他想要的答案 就是以此来推论说储王攻打宋果 就是一个跟这个有偷窃毛病的人是同类的一个结论 然后再来就是试概括 莫子用了哪一些例子来说服这个储王放弃攻打宋果 所以莫子当然是用了里面所说到的 就是土地啊物产这些等 这些东西是非常丰富的 和这个宋果的这个评级做一个对比 然后再来说明就是说 其实这个储国根本就是没有必要去攻打这个宋果 然后暗示说储国今天你攻打宋果 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一个做法 第四段 所以到底这个莫子到底如何 最后如何设服这个储王跟这个公输班 这表现出这个莫子是有怎样特质的一个人 所以其实这个储王到最后是承认这个莫子说的话是非常有理的 所以就就是开始就是取消了他这个攻打宋果的计划 就是并未因此取消攻打宋果的计划 然后到最后他就是把这个矛盾指向这个公输班所制造的这个云梯 然后而且坚决的表示必须公送 就是在第三段的时候 这个莫子跟公输班的这个对决 就是他没有就是没有完全的就是被这个莫子给说服 所以他就把所有的责任推给这个公输班 然后再来第四段 第四段这里的问题就是问莫子跟这个公输班进行了怎样一个交量 就是公输班就是以公的一个战术和这个莫子就是以这个防的一个战术 所以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公输班的所有工程的那种战略已经用尽了 可是这个莫子那种防守的那个战略其实还绰绰有移 然后公输班在这个公输班在这个演练和攻守的战中失败后有什么样的反应 这当然是老修成怒的啊 然后所以就是开始对这个莫子动了一个杀机 然后莫子如何彻底的设服这个楚王跟这个公输班 所以这表现了这个莫子怎样一个特质 哎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奇怪 应该这个问题是在这里出现才对 所以到最后莫子是把自己的这个地址 就是已经帮助自己攻打这个宋国 就是帮助已经在这个宋国已经等待着他们的到来这件事情 就是把他告诉楚王跟公输班 然后就彻底打破了他们两人的所有的计划 所以从中就是表现出 其实这个莫子是一个非常有智慧、勇气和实力的人 所以这就是整篇课文的一个解说 就是希望各位就是真的能听得明白 到底这一课到底在讲什么 所以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